公主请下车 以抵达城堡 上期说到 经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舌水了这么多集之后 我们终于到城堡了 到达城堡后迎接我们的不是公主 而是主公 就是城堡的管家 他跟我们说 整个城堡八婆方圆百里的森林 基本上就由他一个人打理 哇 这里风云百里 我这么大洞瘾一条又怎么做啊 所以我们不就来了吗 哇 我的天啊 我带不去 作为广东人来城堡住 最重要的不是带裙子 而是带 脱牌 所有东西都拿好后 我们就进城堡开会了 哇 取房三在搞不大啊 还有我房间的三倍大了吧 虽然城堡平时没人住 但偶尔回家带旅客 搞些团结活动 还会拍拍婚纱照这样 甜品师们这次来 就是帮城堡贝参和上课的 至于我干嘛 我就不是来干人事的 顶多帮忙拍个仗 但做人也不能这么无耻 所以我也象征性地提出 可以帮帮忙 结果管家就让我去 还带我去的工人房 说可以体验管家的生活 你确定这不是 女仆的生活吗 I see ya see啦 结果第一件事就是 没WiFi的大佬 丢手啊 没错 现代人打扫也是需要WiFi的 所以所有人现在 一楼集合联行网后主攻 就开始带我们快速 介绍城堡的概况 此时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 这不就是电视剧 大呼人家的管家 给阴差阳错来打购的女主角 介绍每个房间 是那种很老土 但上屠的剧情嘛 过来旁边是一个 反庭猴呆 好漂亮啊 就是用那种韩剧财阀 家里吃饭的气派 这里很多东西都是 前N个承包主留下来的 相当有历史感 这个饭厅过来是客厅 哇 把这些人都装得了我 管家说客厅目前 还有些东西在修复 新承包主买承包的时候 光修复就用了 四百万欧元 你们现在看到的沙发 都是新买的好沙发 客厅窗外看出去是 爽啊 看到这个景 你根本不知道烦恼为何物 过来这边还有一个 和闺蜜聊心事的私人空间 想象一下在这里嗨题 优雅实在太优雅了 而客厅过来 这个堆着的门 才是城堡的正门 因为我们是打杂的 所以才从厨房进来 练习一下迎宾先 加速接来 客厅过来是波厅 专门用来开斯哇黑和表演的 哇 歪盲的窄窝 管家说 这些都是前N代城堡主 bubu回来的 这个布局就瞬间 让我有种穿越回 旧时代法国 盛世和名媛跳崩 叉叉的场面 练习一下情意先 不好意思 后来没理 好让了哈 最后还有一个秘密的门 这里是还没有打扫好 不开放的小房间 管家说 我今天打扫完这里就可以了 沙沙水啦 小房间 小 修喇叭 小房间 这个正是小房间的客厅 然后过来这个小小房间 是 厕所 不对 谁家厕所装木地板啊 如果觉得厕所太大 有点圣人拉不出来 那管家就预判了你的预判 所以他特意在这里 放了把椅子 可以找个小伙伴 坐在你对面陪你一边 聊天一边啦 心情说嗨嗨 便秘说 拜拜 厕所出来客厅左边还有一个饭厅 饭厅过来还有一个 侧厅 小明 扫不完根本扫不完 我都没差多少 就天黑开始要备餐啦 晚上的城堡好像另有一番风味呢 我们下期继续 拜